今天我們嘗試讀黃衛老師推介的《整理力決定你的生命自由度》 也是missborn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當你想找某件事的時候突然發現他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更加慘的是不理你怎麼找他就說不出現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原因很可能就是你的東西真的太亂了 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 快點去收拾好你的東西 但是怎樣才可以收拾好東西呢 《整理力決定你的生命自由度》這本書就肯定給你滿意的答案 要打造一個齊整的家 第一步就是一進而出 每當增加一件東西你就要扔兩件東西 還記得很多年之前 曾經在一個朋友的家裡整理衣服 竟然找到超過40條沒穿過的裙 當時我對這樣深感驚訝 但想不到多年之後的我竟然都面對同樣的情形 所以我下定決心要按照書上面講感一進而出 希望騰出更多的儲物空間 除此以外 書中也提出了六成收納規則 所有收納空間都只可以放六成滿 原來不少服裝店就是按照這個原則去陳列服裝 因為當服裝之間有適當的間隔 客人就可以一目了然 很快拿起自己喜歡的衣服 我們的家裡肯定不是服裝店 但如果將衣物塞滿所有儲物空間 要找東西的時候 往往都要花一番功夫 真是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本書除了教我們怎樣收拾物件之外 還會教我們怎樣有效率地處理事情 快速地完成未做完 或只是做了一半的事 當我們的行事力逐漸變得空白 才會有空間問一下究竟自己想要什麼 從而享受暫身的人生 講到尾 物件都是新外物 可以整理好外面的東西 就有時間整理自己的內心 給自己培養整理的好習慣 令到自己做每件事都整整有條 這樣一來人生就不會糟糕了 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這本書所講的整理力 不單止令到你可以找到需要的物件 說不定還可以令到你 打造一個生活不再亂租租全身的自己